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天是星期日 西方是这么算的 还不是我算 是人家西方媒体算 你今天如果看媒体 在谈到有关 香港抗争的问题 他会说 这是第十二个星期的第一天 我们在我们节目中 大家看到的故事 我觉得看到故事非常有趣 里面所包含的这种 定数的成分 其实我个人就还一直讲那个概念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生日 很在乎 你对父母长辈的忌日 很放在心上 那就是定数 那就是定数 没有定数 就没有黄泉路上无老少 这句话 没有定数 就没有民间的 这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说法 没有定数 其实也就没有周文王 周文王当初 见到这个江太公 明明江太公 是被神派来的 对吧 是被原始天尊派来的 他就干这事的 可是当文王去找江太公的时候 江太公得让到三次 都让了三次 让了三次之后 他才见到江太公 到了刘备 三顾茅庐 人们只记了这个故事 人们却很少意识到 当时找这个江太公的时候 也是三次 而最早 这个轩原皇帝找广成子 学艺 求离世之法 同样去了三次 所以我们说了 其实三 事不过三在哪 在天 地 人 意味着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 我们都拥有我们自己的天 我们的地 我们的人的这一面 哪说哪了 这个完全都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理解的 完全都是我自己理解的 如果我没理解错 如果 如果 我没理解错 天 是我们灵魂的来处 我们不死的魂魄 地 可能就是 可能是啊 这事 我只能这么说 可能是啊 就是三界里轮回转世 这股事 我们撞不出去了 我们转的最高 只不过到了 跟七千女 他们那面 可能跑最高也在哪 这是地 是指人的轮回转世 出不去的这个环境 就被称为地 因为我们的魂魄是在之外 人是我们这块肉 当这东西真的是这么回事的时候 你其实你 如果你理解的话 简单就这么一过脑子 有一点人的知识的话 有一点生命认识的话 你立刻意识到 是这么回事 天不在之外 我们自己的天 如果不是我们灵魂的话 那修行就不存在 是不是这道理 修行就不存在 因为修行是出去 不在轮回中 如果地不是轮回 那我们哪来的 跟你媳妇的缘分 我们的魂魄被困在这里 这是地 转着圈的 转着圈的 所以一切都是 转着圈的一种概念 人是我们这一世这块肉 这一世这块肉 所以你看当初江子牙 在原始天敦那待了三十年 但他还是三魂七魄 他还是个人 他就注定修不成 但赵公明 不是三魂七魄 对不对 赵公明 当他已经把三魂七魄 混为一个体的时候 他才能够掌控 那二十四颗定海珠 后来佛家里的二十四层天 为什么是二十四 不知道 西游记风筝演绎 两本书是奇书 西游记 讲试着每一个个体人 其实里面蕴含着你的伟大 而风筝演绎 在讲述了 当你脱生成人 这环境的一切 叫万劫不符 那在这个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 一切都在定数中 我没跟你说 共产党从1921年到现在 98年 他习近平 这次到墨高窟 第一次他去墨高窟 这次到墨高窟 是2019年5月13号 到这个时间点98天 你怎么说吧 十四个七 人说十二是最大 他应在十四个七 十四就是两个七 十上七上加七 所以我说是 他结了佛缘 就是结果的结 始终的终 终止的终 因为他用了那句话 现在都是终止这一切 很奇妙的 这是跟他的行为 前后都对应跟那个 你看 墨高窟 这个菩萨这个窟 文殊菩萨这窟 是第61窟 6加17 香港问题 死了六个人 现在差一个 舍打七寸 推背图 是第43图 4加3还是七 就讲的现在的故事 你说为什么 那数都不是我说的 都是人家老早都定下来的 七的定数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说人早存在的 只不过我一眼睛大 一眼睛小 一摸着摸着着 怎么会有这事 对吧 这是讲 这是完结的标志 真的 这是完结的标志 第二天 他习近平就去了 长城的头 天下第一关 嘉义关 他从长城尾 去了长城头 你看完了 他倒着走 这圈完了 他又去了 这个红四方面军 叫西路军 那是张国焘的 在那里全军覆没 82年前 我不知道为什么82年前 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去那 张国焘跟毛泽东完全分裂 毛泽东后来在这种相互对应的过程中 包括遵义会议之后 包括这个叫什么西安事变之后 西安事变好像1936年 结果他们张国焘被弄掉的是1937年 中央给第四方面军下命令 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东 让他就在这儿转悠 徐向前作为前线总指挥 在这个转悠过程中 被当地的马家军 八万多人就全给他吞掉了 打死在高台县 习近平去的就这地方 邪了门了 全军覆没 而西路军第四方面军 曾经是中共红军最强悍的 人数最多 徐向前带了不到一千人跑回沿岸 张国焘从沿岸跑了 那他为什么去那 马家军 是清末时期出来的家族势力 回回 那习近平现在对新疆的政策 人家你看着 这叫啥回事呢 然后他参观完高台 这个西路军的展览之后 他去了洋马场 我跟你说 我都不搞不明白 他去了马场 马场对应了马家军 他今天习近平对应着红四军 红四方面军 而下了这个嘉与关之后 有人叫总书记万岁 这个万岁就是死了 对应着林郑月娥同一天说 已经死了 已死了 我郑重说已死 他就是用这个词中文说的 这东西就是命 都是来算账的 有时报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香港正迎来一场人民战争 这个词用 正迎来一场 还没打呢 打到这份上还没打呢 香港人之间巨大差距 他们却在几个月里面 形成了一个人 一波一波的抗议 反对来自中国的侵犯 这词 这个词 反对来自中共国的侵犯 那以国两制怎么叫侵犯 争论的焦点在于 是否采取非和平行动 还是如何避免暴力 跟占领机场作为例子 打了两个大陆人 其中一个是环球时报的记者 由于担心分歧 后来呢 抗议者又道歉 因为他们的情绪不当所为 欠妥 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香港警察装成抗议者 来达到香港警察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作为抗议的人 我们看过一个 就是香港 香港之路的一个短片 抗议的人在香港 在占领机场的时候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们明确说 我们非常害怕 我们非常恐惧 我们没有未来 我们看到的警察也非常害怕 但我们不抗争 就更晚了 非常真实的描绘着其中 所有抗议者的心态 对吧 他也是一只兔子 对方是一只恶龙 一切的权力都在对方的手里 那在那个背景之下 才出现了香港机场的这一份抗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